增加了Per-Unit Sales Test 換另一個額色 這樣會怎樣呢? 減少了Total Expenditure Per-Unit Test,不如我們畫一幅圖 Supply Test 既然我們知道這是Consumer Service 我們先寫所有東西 XC MC 加Test 如是 原本的P 很噁心 先回去吧 P在這裏 Q在這裏 現在就送到P2 Q在Q2 好,先看看這裏說什麼 第一,Total Expenditure Consumer會少了或多了 P升了或Q少了 不知道 這個應該是Depend on Electricity of Demand 因為P升Q跌 所以就不知道 不是答案了 第二個,Total Sales Revenue 減稅就會變小了 好,解釋了 原本的Total Sales Revenue 總收總支出就在這裏 用另一隻銀色 好,現在 雖然P升Q跌 我們就好像剛才所說的 不知道是多了還是少了 P升Q跌 不過 我們知道 這裏由新Demand Curve 和舊Demand Curve 畫出來的這個位置 是稅來的 我們減稅後 只剩下 好,明顯是小的 橙色 原本是黃色的位置 因為你要交稅 而且數量少了 所以一定會是跌了 所以這個是正確的 好,另外那些為甚麼錯呢 這麼有趣呢 看看吧 增加了Total Social Service 就不會了 因為為甚麼 因為有一個Debtway Law 這個Debtway Law 來的 原本想賺就賺不回 所以就消失了 Producer Service會增加 那不是吧 Producer Service 原本就在這裏 用這個顏色畫 Producer Service 原本在這裏 現在呢 減稅後 就只剩下這個位置 雖然我收錢收了P2那麼多錢 對Producer來說 不過 減稅就要 減稅就是Producer Service 所以應該是跌了 就不是升了